我平时摸鱼也就算了 没想到水彩里面也会有摸鱼的混责 你就看这个白色 这东西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屌用 关键是你还得花钱给他买个工位 本期视频就会告诉大家 水彩的白色究竟该如何使用 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 叫水彩里面的白色 它本身就是一个半透明性质的材料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到它性质 做到一些特殊的效果 比如说像一些光效 例如光晕之类的 或者像是一些烟雾 水面上的反光等等 这里呢 告诉大家两种处理方式 一干一湿 干的情况用手去秤 做出一些这种模糊透明的效果 而湿的情况注意 白色的颜料比纸干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直接将白颜料附着在这个白色 方块的周围 然后快速的用手秤一秤压一压 你看那种很自然很柔和的光晕效果 是不是一下子就表达出来了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 埃片师的处理方式 随便给它一点水波纹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找到白色的颜料 在水面上做一些星光点点的效果 我们就拿一个蜡烛为一个例子 怎么把那种很亮 亮得我睁不开眼睛的这种感觉 就把它画出来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说你白是什么版 一步拿一个纵色 把整个蜡烛的周围给我抱起来 然后找到一支清水笔 把这个边缘稍稍的洗一下 最后面我们处理这种光效的时候 你可以用到一些白色 加那么一点点橙色进去 从这个火光的边缘先画上去 然后用手稍稍的秤出一些柔和过度的感觉 你看这种半透明的状态 它就能把这个底色稍稍的透一点上来 不会显得那么的机械 不会显得那么的死板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个半透明的白色 你只要利用好了它的特性 它就能为你所用 你们之前可能会听到一句话 画水色的时候不要加白色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 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其实关乎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叫做透明度 按照透明度的分类 一般水性的材料分为四种 一种是全透明 一种是半透明 一种是半不透明 还有一种是不透明 比如说我们先拿一个透明性的颜料来盖住它 你会发现基本上这个黑色是盖不住的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拿一个半透明的颜料来盖住它 哎呀我们明显的发现了这一块黑色稍稍有一点点重量了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再拿一个半不透明的颜料来尝试盖一下它 隐隐约约能够露出一些黑色的底子 最后我们再拿这种白墨水 类似于像丙烯这种材料的这种不透明的颜料啊 去盖住它试一试 这就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种状态啊 那聪明的同学可能会问了 那这种不透明的啊 或者这种半不透明的颜料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可以通过买一只白色啊 把这些颜色给做出来 可以在这种啊已经画好的颜色上进行一个叠色的操作 把颜料啊从这种全透明或者是半透明 把它变成不透明的状态 你会发现啊这个颜色它变亮了 但是呢它又没有之前的颜色那么的鲜亮 那么接下来会用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啊 这白颜料究竟该怎么去用 老规矩 我们先把这个鸭子全部都给打湿一片水分啊 我们在铺水的时候呢可以记住一个顺序啊 先浅厚重 那么第一步啊用蛋黄把高光的部位 跟它整体有颜色部位去做到一个分离 逐渐用更干更重的颜色做一片加深啊 利用到一些橙色加紫色来画出这个鸭子比较暗的区域啊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语啊 像有些情况下我们会漏化一些浅色对不对 但是纸面呢啊又会慢慢的变干啊 这种情况咋办 我告诉你啊 你直接把这个黄色啊加一点点白 直接就丢上去啊 它会扩散 它会衔接的非常的好 而且没有人会发现你这个小伎俩啊 你看有时候画水彩 它就像是过独木桥走钢索 对吧 你也不能保证你哪一步会翻车 对吧 当你拥有一款白色的水彩颜料的时候 它就可以保障你啊一路顺风不会翻车 接下来哎 我们用橙色哎 加一点点蓝色 把他的小眼睛给补上去 显得有点闷哎呀 没有关系哎呀 直接加那么一丢丢白啊 哎 画出一点点反光哎 这个高光太亮了哎 显得有点虚假 你用手摁一摁哎呀 不就完事了吗 好 再然后啊 我们用深绿啊 加蓝色画出一个稍微重一点的背景啊 这个水面呢 我们尽量把它做的啊 比这两只鸭鸭大概大四倍熟的样子啊 不要做的太小啊 不然一锅顿不下啊 哎呦 你看哎呀 我漏画了它的一个小角啊 而且这个时候又可以用一个橙色 加一点点白色 在画面没有干的时候哎 直接把这个小角的状态 哎 给它概括的画上去 哎呦 是不是那种半透明的感觉啊 在水面里面了对吧 哎 踩着水了啊 稍微糊弄两下 给到一些波纹啊 特别是在这个压压下方的一些投影 当这个背景啊 全部整理完毕之后 哎 我们来开始画它一层那种薄薄的绒毛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 像我小学的时候啊 学校门口就经常有卖这种小鸭子的这种商贩啊 门前大桥下有个H1啊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像这个小鸭子其实有一层白白的长长的啊 稀疏的这种绒毛啊 当呈现逆光状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啊 这种秃顶 但是这个毛发呢 全部都立起来了啊 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刚好呢 可以用这个白色加一点点橙黄色 去调出这样一个有颜色的 不透明的啊 这种状态去描绘一下它这种绒毛的感觉 这个毛发呢 也不要把它做得太过于整齐啊 你看人都不会这么样子梳头发 对吧 全部向一个方向梳 感觉这个人有点油腻啊 一看就是那种精神小伙 不要把这个鸭子搞得太像精神小鸭一样啊 要在这种微风中啊 左右摇晃啊 自然 最后啊 用清水笔稍微的调整一下 边缘线 我们这只鸭子也就基本上整完了啊 当然关于水彩透明度更进阶 更深层的问题 不光是谁先画谁后画那么简单 它还会有到一些特别实用的操作 但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并不方便在这边做过多的一些讲解 那么这些内容 我都会放在我的基础班里面 如果大伙对水彩比较感兴趣 想要快速的提高自己的色彩能力啊 都可以通过主页去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我是一川 关注一川水彩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 小技巧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